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走轮四集已经讲了 对会谈结果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还是愿意尝试 主要的诉求是要俄罗斯军队 赶快停火撤出乌克兰 办得到吗 有可能吗 我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 来现在正在谈判中 那如果是七点准时的话 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可是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想要什么 乌克兰真的就像泽伦斯基所讲的吗 Drop the weapon 晃下武器 我们赶快来和谈 有可能吗 那个乌克兰当然是希望立刻停火 那停火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要从所有的乌克兰的领土上要撤出 那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你并还没有到军队僵持的程度 而且看起来我觉得这两天 俄罗斯的军队有点后勤跟不上 所以在盘整 那也许还酝酿下一波的工程 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倒不是停火 真正的关键是俄罗斯到底要什么 对 因为目前乌克兰已经愿意就中立化来谈判 那中立化当然我觉得欧洲国家也会愿意做保证 就是所谓加入北约的问题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俄罗斯是不是会这样就撤军 因为他已经进来了 那这里就牵涉到他对既有的已经占有的地盘 他要不要撤 比如说这两个共和国他已经做外交承认 那我觉得这一点俄罗斯会蛮坚持的 就是这两个共和国就让他独立吧 然后奥德赛也要不要撤 那是黑海的海军基地 那乌克兰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俄罗斯前来已经进去了 他占领蛇岛之后就打奥德赛了 还有第三个就是 他也在我们讲这两个共和国之外的 所谓大顿巴斯地区 也展开了蛮多的战火 包括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像是进去了又被打回来 然后又再打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这个 两个共和国下面那个港口 叫马里夫 马里夫那个地方也非常激战 那为什么俄罗斯有可能这样主张呢 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想要把整个 大顿巴斯最我们讲乌东 因为乌东在历史上的区域 就是从哈尔科夫画一条直线到奥德赛 以东的地区 那这个地方选票上是亲俄的 然后俄罗斯的就是零星分布嘛 有的地方就是过半 比如说那两个共和国 那像奥德赛跟哈尔科夫就是三成左右 这样零星分布 那到底俄罗斯会不会想要在乌东驻军 因为他想要让这个地方变成缓冲区嘛 那缓冲区你说他完全撤军嘛 这个我看也不容易 这个是第一点啊 就是俄罗斯到底撤军要交换什么 那第二点就是去纳粹化 这个也很麻烦 因为普丁显然是他心中 乌克兰政府有一些是极右翼的可可怕分子 那可能在乌东也犯下过杀人罪 那他可能会要求要成属这些人 然后这个 哲林斯基的政权要做一定的改组 那哲林斯基会不会答应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政府改组的问题 然后要惩治做司法审判部分人事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去军事化 去军事化我觉得他有两个诉求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要不发展核武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不准部署中程飞弹 这个我们以前就提过了 那这两点 哲林斯基愿不愿意答应 因为乌克兰经过这一次的攻打之后 他一定对他的安全更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说他怎么可能 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不秘密发展一些武器呢 可能要更加的强化他的军事装备 或者说直接从北约 偷偷引进什么武器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谈判坦白讲难度是非常高的 那重点就在于普京 他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发生一件事 我觉得会让普京急的 就是在这个swift实施之后 卢布抱贬30% 那俄罗斯的央行今天急升利率啊 升到20%啊 升100%啊 那这个会使得普京会 我认为他会 可能会有两个选择啦 第一个要嘛就是出动更大的兵力 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这是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你缩小你的目标 你就是降低你的期望值啦 不要想说要这么多东西 你就那两个共和国独立就好了吧 中立化不加入北约就好了吧 你是不是愿意降低你的期望值啦 这个坦白想要再观察才会知道 那还有另外一个变数就是 明天就进入三月了 那三月会融雪 那融雪会造成装甲部队的移动 越来越麻烦 所以才会有人认为 乌克兰在以拖待变 就时间拖越长 事实上对普京是越来越不利 因为也包括国际舆论 包括你耗损的资源 还有包括你现在金融 在Swift的一个影响下 会有一定程度的崩盘 像今天就崩30%嘛 那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 国际资源涌进乌克兰 拖得越久对普丁越不利 这是肯定 对 所以他可能 要么就降低期望值 要么就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啦 对 速战速决 应该是他想要的 可是呢 本来 期望是速战速决 但是呢 就是偏偏不如普丁之愿 所以现在才会到了第五天 然后展开双方的谈判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泽伦斯基是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有他的诉求 那么呢 刚才我们讲 白俄罗斯现在到 还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喔 然后呢地点据说是在 白雾边境的戈麦市 那俄罗斯方面呢 是代表团表示 冲突发生之后啊 每个小时都有乌克兰人 在死去喔 希望赶快能够跟对方达成 符合双方的利益的协议 赶快停战 对双方都好 可是呢 乌克兰会愿意 答应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吗 那么 乌克兰也提条件啦 可是俄罗斯肯吗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现在 俄罗斯的的确确是希望 能够赶快收尾 来所以呢 这个介大使 补充一下 你对于现在目前 这个谈判的看法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谈判蛮关键的 因为谈判如果 顺利的话 那么军事就会降温 嗯 就会降级 那如果谈判失败的话 军事必然升级 那 不过现在这个谈判 我觉得不是说 你要让什么 或者是说 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我对抗的 筹码 还有什么跟我对抗的筹码 是 我觉得俄罗斯一定会说 你如果不接受的话 我下一步会做什么 嗯 下两步会做什么 下三步会做什么 看你接受的了 这一定是用威胁的口吻 那 那哲林斯基事实上的话 如果真的 像他讲的这么带总的话 他应该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谈 这会谈 有损他的士气 你如果 而且他本来也讲了很多地方 都不是现在的 这个白俄罗斯那块地方 听说那块地方在那个 车诺比 那个核电站那个地方 谁都不愿意去 所以他感觉那边 比较安全一点才去 那不过就是说 你既然是 谈判的时候就挑地点了 那比如说 我们讲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因为清廷军事失利啊 所以谈判在哪 在日本谈啊 嗯 在日本的马关谈啊 对不对 你如果是 如果说是清朝 中国站上风的话 那一定到 叫日本人到中国的土地来谈 当然在自己土地谈比较 你现在事实上 这个地方虽然是 白俄罗斯的地方 可是不是你 不是 这是 俄方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地方 那不是你乌克兰 那个提出来的地方 所以光从这一点看起来 我觉得Zelensky就已经露出他的这种弱点 那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谈判就是说 我第一轮谈不好的话 那就再回到战场上去 那战场打到有一方受不了的时候 就再回到再回到谈判 对 而且在这个谈的中间 双方还继续打 搞不好还打得更狠 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 基本上是一件好事 我们都希望不要生灵涂炭 我们希望政治人物放下自己的政治计算 然后呢 让人民回归到和平的例子 你像Zelensky下一个令说 18岁到60岁不准出境 害的那个边界都是那些怎么样 都是生离死别啊 爸爸把孩子女儿送出 送出边界回去继续打仗 然后就一个家庭就拆散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都是悲剧啦 我们希望不要发生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称赐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置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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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